大家好,这里是战尔篮球的频道 对大部分人来说 篮球是一项巨人的运动 顶级职业赛事更是如此 而在美食篮当中 静态天赋是最基本的硬质标 大部分NBA球员又高又壮 能飞上扣 但是,即使在常人如临的NBA 也不乏小个子的传奇 这些能在NBA打出名号 拥有一片小天地的小巨人们 都拥有自己的独门秘籍和秘密武器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那些名声在外的一米八以下的球星们 看看他们是如何缔造自己的传奇 第一位Maxie Bokes 1965年1月9号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 他是NBA历史上最矮的球员 没有之一 身高仅1米6 传闻中 伯格斯的裸足身高仅为1米58 而在他那个年代 美国女性平均身高1米69 即便如此 大家也不要忽略了他的另一项之最 速度最快的球员之一 伯格斯的超级预判和纠缠能力也非常出色 也是他的傍身武器之一 你很难想象 矮人强盗这样血腥的称号 会出现在伯格斯身上 职业生涯首个赛季 伯格斯就证明自己不是软狮子 场均20.6分钟的出场时间 便可贡献5分 4.1助攻 1.6超节 生涯前53场比赛 伯格斯就拿到了个人超节记录 在1988年3月4号 子弹队客栈六马 伯格斯替补出战24分钟 砍下10分7超节 其中有18场比赛 拿到了3次或3次以上的超节 此时 身高已不是伯格斯的缺陷 而成了他的优势 大部分NBA球员不会注意 来自视野太下方的突袭 灵敏的伯格斯 成了NBA赛场上凶悍的超节手 伯格斯的传球技术也非常高超 运球速度7快 新秀二年级的他去了黄蜂队 在那里他创造了自己的神话 做黄蜂的10年中 连续7年的单场最高助攻 都达到了15次或以上 93至94赛季 黄蜂对阵胡人 伯格斯送出了职业生涯最高的19次助攻 率队141比824击败胡人 9697赛季 伯格斯在黄蜂队 以场均7.24助攻 达到职业生涯最高 马克西伯格斯职业生涯 共5557次助攻 成为黄蜂的队史助攻王 职业生涯 共其超节1369次 于是球队历史超节王 得分共5531分 位列第四 99至00赛季 在暴龙队时 伯格斯以5.07的失误助攻比 299次助攻 59次失误 排名全联盟的首位 而在职业生涯中 伯格斯还有过39次火锅 甚至面对 Patrick Ewing的扣篮 都毫不惧色 他在NBA效力 长达14个赛季 场均7.7分 2.6篮板 7.6助攻 1.5超节 14年的总薪资为 1843万美元 第二位 Oro Boykins 1976年6月2号 出生于美国 俄亥俄州克里弗兰 身高1米65 据说Boykins 在大一赛季时 他被教练员命令 上报身高为5尺7 大概1米7左右 据说当时的教练团认为 会以队中 有一名这样的小个子后卫 而感到羞愧 后来Boykins 告诉他的教练 自己会成为 这个学校有史以来 最出色的球员 他确实做到了 大一赛季 Boykins 在长人遍地走的NCAA 场均12.5分 2.4篮板 4.5助攻 大四时 场均25.7分 5.5助攻 成为NCAA的第二得分手 1998年 Boykins大学毕业后 怀帅可以进入 首轮的梦想 参加了NBA选秀 毫无意外 他落选了 随后 不断有NBA球队 和他签下10天的 打工短合同 Boykins 浪迹在纽泽西 克里弗兰骑士 洛杉矶快艇等队 5年后 即02-03赛季 Boykins宣布 职业生涯再也不签短合同 而缺少替补后卫的勇士 正需Boykins 闪电般的速度 和犀利的得分能力 于是双方签约了 一整个赛季 作为第一替补控球后卫 他表现出了 自己全部的优势 场均8.8分 3.3助攻 很好地完成了 自己的任务 03-04赛季 尽快4年1300万 把Boykins带到了丹佛 与Melo开始了合作 在这里的Boykins 迎来了生涯的巅峰 04-05赛季 Boykins场均12.4分 4.5助攻 在最佳第六人的评选中 位列第三 在季后赛 与马次的系列赛中 他更是得到了先发位置 04年11月11号 各场对阵未免冠军活塞 Boykins在第一节 手指受伤的情况下 全场砍下 职业生涯最高的32分 成为身高最矮的 单场得到30家的球员 06年以后 Boykins先后效力 山猫 巫师和公路 并带了这些球队的 主要轮换球员 2012年后 Boykins淡出NBA 职业生涯更出战652场 上场10.9分钟 场均8.9分 1.3篮板 3.2助攻 职业生涯薪金 1615万美元 而这些小巨人 他们并没有向命运屈服 依靠着持续不懈的努力 将天赋兑现 成功站上了NBA的舞台 而我们大家 虽然没有能够站上NBA的机会 但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小巨人 悉心呵护 红犀牛寄给我 小巨人的训练工具 Plan B的出白之心 由知名女神新有菜 当年的贴身教练 外观女神还原新有菜的SG风唇 连毛孔都不放过 内部构造有个完美贴合的枪式 回锅的感觉 绝对是训练课程中最狠的菜单 还有新有菜的签名卡砖 放在桌上 时刻激情的小巨人准备训练 那对此款训练神奇感兴趣的话 优惠连结以及优惠码 会放在置顶留言 红犀牛天天出货 业界最强一年保固 还有5%加码信金回馈 还不赶快到红犀牛官网了解更多 第三位SpotWeb 1963年7月13号 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 身高1米69 虽然身高不足 但Web的动态天赋却相当炸裂 不仅速度快 弹跳也是惊人的存在 还有原地弹跳1米3左右 助跑弹跳是1米5左右 而这个左右则是当天 他的身体情况决定 他的助跑摩高为3.57米 又快又能跳 1985年选秀大会中 Web在第四轮第八十区胜位 被底特律活塞选中 随后被交易到亚特兰大老鹰 85-86赛季 作为新秀菜鸟 Web参加了在家乡达拉斯举行的 全明星周末扣篮大赛 1986年的扣篮大赛阵容 没有前两届鼎胜 上届扣篮王Dominic Wilkins 似乎有望在斯多金 可谁也没想到 小巨人SpotWeb 能够将众人的注意力 吸引到了他自己身上 Web让人们记住了 他的4号亚特兰大球衣 他以同名身份率先上入半决赛 半决赛中Web的表现更是寄精四座 同赛前未免互生最高的 也是自己的队友Wilkins 一同闯进决赛 由于本届大赛只进行三轮 Web最后凭借转身Pico 和双手折叠灌篮双满分 成为NBA有史以来 最矮的灌篮冠军 当Web从兵夺得过扣篮冠军 而到处吹嘘 反倒是更加用心地打球 受到了许多球迷的声赞 尽管升高有限 但他竭尽所能帮助球队 新秀赛季 场军出战15.6分钟 场军4.3助攻 梳理球队的进攻 Web的球伤决定了 他能在NBA顽强生存下去 加盟国王后 他稳固了自己的首发地位 巅峰赛季Web场军16分 2.9篮板 7.1助攻 14年的职业生涯薪金 共计为840万美元 第四位 Net Robinson 身高1米75 尽管身高尺寸 不适合打篮球 但能摸到NBA门槛的人 自然有自己的本钱 Robinson的身体素质劲爆 几乎是同年龄 同身高段中 最为顶级的存在 从不畏惧对抗 田径 篮球和橄榄球 都是他曾经主修的项目 在田径运动上 他还保持着 高中男子110米篮 13秒85的记录 不过Robinson的最爱 还是篮球 夸张的弹跳 和顶尖的身体素质 即便只有1米75 也能得到教练的信任 Robinson的最大弹跳高度约 仅用2.96秒 便可完成半场冲刺 这在近30年 新秀体测的记录中 只有5人能够达到的傲人数据 05年Robinson与首轮 第21顺位被太阳选中 随后被交易到纽约尼克 经过3年新秀期的成长 08-09赛季 Robinson场军得分 来到生涯最高的 场军17.2分和4.1入功 Robinson个人的扣篮才华 也在灌篮大赛上一览众山小 他以超人的弹跳力 在空中完成各种 匪夷所思的扣篮动作 他依靠昌强的弹跳 还曾火锅过游民的上篮 11年正业生涯 曾先后效力过尼克 绿军 雷霆 勇士 公牛和金块 共计6807分 1446篮板 1826助攻 Robinson36%的三分命中率 也是他的杀手减之一 场军11分 2.3篮板 三助攻 生涯薪金为2359万美元 第五位Calvin Murphy 1948年5月9号 出生于美国康尼迪格州 虽然身高只有1米75 但他绝对是小巨人中 最强战力的存在 墨菲于1970年 NBA选秀中 第二轮第18顺位 被圣地亚哥火箭队选中 比中老火箭队 同时 他也在火箭创造了个人的传奇 你在他之后 永远无法看到 任何一个球员 在火箭传过23号球衣 因为那是属于墨菲的号码 墨菲在联盟 能够以小个子状态生存 有两大绝招 一是急停跳投 他的急停跳投 出其不易 使对手防不胜防 有媒体说 现在的年轻球员 可以把墨菲看作 急停干拔的祖师爷 二是 他的防守积极性 他的防守能力 并没有因为 他的身材矮小而失去威力 墨菲的紧贴防守 往往使对手无所适从 这几乎可以说是 贴身纠缠类型的防守 也使他成为一个 非常棒的防守球员 另外就是篮球热情 墨菲对篮球的热爱远超常人 他的队友曾说 只要墨菲上场 他就保持着一种 要生吞对手的亢奋状态 中选NBA最佳新秀阵容 八年后入选NBA全明星 在欧拉助网之前 墨菲是火箭队 得分最多的球员 巅峰赛季场均25.6分 2.2篮板3.4助攻 13年职业生涯 总得分7949分 场均17.9分 生涯出场1002场 场均17.9分 2.1篮板4.4助攻 凯威·莫菲于1983年退役 1993年正式入选名人堂 第六位 Michael Adams 身高1米76 毕业于波士顿大学 1985年NBA第三轮第19顺位 被国王队选中 Adams的NBA之路开局坎坷 三年菜鸟之期 被破换了三支球队 一直到87-88赛季 才在尽快稳定下来 凭借其出神入化的三分球 怪异的上篮节奏 他在丹佛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Adams职业生涯 共命中949G3分 并曾连续名列三分出手守卫 作为空卫 Adams的组织能力 一度让人以为 他达到了全明星级别 巅峰赛季场均10.5次助攻 与此同时 鬼魅般的快手也是他的生存利器 这也生涯场均1.66次超截 巅峰时场均2.23次超截 连续两个赛季 场均超截两次以上 而当时精快的风格 以高速攻防为特色 在球队摆烂的赛季 G90-91赛季 Adams靠着1米76的身高 竟然交出了 场均26.5分 10.5助攻的惊人数据 他从轰下4场40加 单场砍下54分 5篮板9助攻 在三分普遍不准的年代 场均有33.2%的命中率 已经非常可观 Adams在精快上演得风狂潮后 便转战华盛顿 但由于战术和回合术的不同 Adams的数据迅速回落 在首途第一年的数据 便下降到 场均18.1分 7.6助攻 从91-92赛季开始 Adams的数据逐年跳水 95-96赛季后 他正式结束了11年的NBA生涯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 造就了疯狂的Michael Adams 也造就了1米76的传奇 Adams之间生涯 场均14.7分 6.4助攻 1.66超节 其生涯薪金总额 661万美元 第七位 Adams从小就和篮球结缘 身高却挺在了1米75 他速度很快 爆发力强悍 从小就是砍分狂人 高二时 场均31.2分 加盟黄盛顿大学后的大二赛季 Thomas的场均数据 就达到了16.9分 3.9篮板 3.2助攻 大三赛季 小Thomas在锦标赛决赛中 独等28分 并且命中压少绝杀 带领华盛顿击败亚利桑那 获得PAC10联盟冠军 2011年3月31号 大三的Thomas决定提前结束大学生涯 正式宣布参加NBA选秀 最终 Thomas在第二轮 总第六十顺位 被沙加缅度国王队选中 在白蓝的国王队 Thomas最终得到了机会 并牢牢将之抓在手中 三年及时 把场均得分提升到 场均20.3分 6.3助攻 国王趁机将Thomas出手 太阳队送出一个 价值720万美元的交易特例 以及2013年第57顺位的签约权 闲前后患 得到Aziel Thomas 在八个月后 Thomas被交易至波士顿下提克 在这里抵达生涯巅峰 场均得分一度飙升至 28.9分 5.7助攻 三分命中率37.9% 在绿军三个赛季 三晋期后赛 Thomas的突破和三分 帮助绿军完成重建 自己也入选全明星 但职业生涯的辉煌 一度让Thomas有些忘我 说出了要拉一卡车美金 来续约的千古名言 结果施以愿为 遭遇丧心之痛和臀部之伤后 小Thomas斩斩各队 逐渐淡出NBA 在近期以太阳队 签下10天短约 职业生涯 长均18.1分 无助攻 9年累计薪金为 3347万美元 第八位小将军 Avery Johnson 身高1米77 1988年 Johnson从阿拉巴马大学毕业 并参加NBA选秀 很遗憾他落选了 于是Johnson暂时 齐齐与小级别联赛 可是天无绝人之路 却替补空位的超音速队 向他抛出橄榄枝 但超音速并不是Johnson的归宿 一年后他斩转到丹佛 代表金快队 打了21场比赛后 Johnson又出了圣安东尼奥 结果没流程 不得不在火箭队逃生活 直到马次第二次牵下他 94-95赛季 马次以62胜独占凹头 季后赛一路过关斩将 最后火箭在西区决赛下路相逢 在六场大战中 马次没能抵挡住 拥有总冠军之星的火箭 但Johnson的表现 让他的队友们刮目相看 Vadman评价说 在我们队中 唯一像战士一样反击的人 只有Avery Johnson 除此之外 在系列赛中 Johnson竟然敢公开 对David Robinson展开批评 让所有人对他肃然其境 因为擅长鼓舞士气 和更衣式演讲 Johnson得到了想将军的称号 此后 他一直是马次队的更衣式领袖 连Tim Duncan都对他尊敬有加 别以为Johnson只能靠嘴盾 他有自己的一套生存法则 一手稳定的投篮功力 98-99赛季 Johnson的投篮命中率高达47.3% 他的投篮给Duncan和Robinson 拉开了宝贵的空间 98-99赛季 Johnson帮助马次夺得了总冠军 并在07年的12月22号 在马次光荣退役球衣 Avery Johnson生涯出战1054场 场均8.4分5.5助攻 命中率达到了夸张的47.9% 生涯总薪金3640万美元 第九位Demon Stoudmeyer 身高1米78 俄勒冈州波特兰人 毕业于亚里桑那州大学 Stoudmeyer在95年首轮第七胜位 被多伦多选中 是少数能在前十胜位 被选中的小巨人 Stoudmeyer在菜鸟赛季 被一场均19分9.3助攻 荣获最佳新秀 他速度极快 球风灵巧多变 令人难以防范 95-96赛季 公牛队好取 创历史记录的72胜 他们在常规赛只输了10场 而其中一场 就是败给了 当时作为NBA新军的暴龙队 Stoudmeyer在那场比赛中 21投11中 砍下30分 11助攻 带领暴龙109比108 显身公牛 Jordan也说 这个家伙是让我 最头疼的对手之一 Stoudmeyer在生涯第四年 转战拓荒者后 伤病困扰让他的发挥 暴龙时期大相径庭 直到05年1月14号 拓荒者对准黄蜂时 Stoudmeyer疯狂砍下 54分 一助攻一抄截 人们才想起那个 灵动多变 难以防范的小飞鼠 而单场54分 也是当时 波特兰的对手记录 其中包括8个三分球 54分 也是Stoudmeyer 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疯狂 因伤病拖累身体状态 他逐渐飞不起来了 比赛中挨小的身材 令其防守缺乏破坏力 进攻也随着身体的老化 而失去灵性 拓荒者最终不得不放弃了他 Stoudmeyer之后前往曼菲斯 随着他状态持续下滑 并在马斯队经历了 毫无存在感的一年后 Stoudmeyer 于08年12月宣布退役 长崖出战878场 场均13.4分 3.5篮板 6.1助攻 总薪金为9912万美元 那么最后想问问大家 本期所介绍的 9位知名小巨人 您最喜欢哪一位 是否记得他在某场比赛的 精彩时刻呢 以及对于本集 有任何想法 都请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这一集的话 你请订阅按赞和分享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教人篮球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